对这镜头满满无奈 因为张先生的父母5月初染疫住院 一周多后去世 遗体24小时内活化 几天后向卫福部申请COVID-19死亡相葬 未问经10万元 没想到 5月16号晚上他来通电话 说我父母亲 您被当天的审查委员会 排除在新冠肺炎死亡的原因 白思布的期节 张先生父亲生前高龄96岁 母亲82岁 拿出死亡证明两人都是自然死亡 直接引起死亡原因 写着父亲是末期肾疾病 母亲是败血症 的确常年罹患慢性疾病 但在其他对于死亡有影响之疾病栏目中 两人都被清楚著名COVID-19感染 生前家属更不得探视 去世后遗体也速速火化 一切案确诊曾经处理 然后陈伯任人跟我说 最近也死人很多 上面长官交代 把我们的死亡病 不是例如主死亡病的都排除在新冠死亡 微服部回应不清楚个案 但指出专家小组确实会评估每个特定状况 有些人他会写说他有意外的事件 那后面再写说他有感染COVID-19 那这种情形之下的话 有可能经过专家审查了之后 那会觉得说不适宜列在我们COVID-19这里面的死亡的统计里 只是这个案两位长者都是自然死亡 那如何判定是因慢性疾病或因新冠肺炎 另一位忧心若有疑虑的全被归类不是COVID-19的话 为什么微服部他可以有公卫的专家 然后他去否决临床这个决定 一旦黑素很多 社会上面就会有很多隐形的一个传播链 是个案还是惯例基层期盼 这专家小组的判定标准能更透明 TVBS新闻话哨品刘婷婷 韦佳琪 台北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